好 現在我們要歡迎一個非常特別的男者 他是一個法國人 然後他這次要講的是法國與台灣文化的差別 讓我歡迎他 好 現在有問過什麼 那我現在就是有點自我揭曉 就是我在法國台灣都有工作的地面 所以我在韓國不同的組織工作過 像晴福輝還有一個月經紀念新的網協會 我當過直播 然後我在法國演習過 所以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只要會比大家的態度 然後有什麼差異 那開始我們就看幾本的地名片片 然後最讓我超級驚訝的這些東西 沒問題 那這個很明顯的 就看台灣朋友的Facebook上 就朋友很多很多 所以呢 法國人比較會養的朋友很多 但是就是我們認識朋友 就是一個人認識一個人 然後台灣比較多 然後就是新紀律漸漸 就是法國人比較會開情 就是想看什麼生活啊 就是拍影片很樂觀 然後下雨開氣 還有人也真的很開心 然後這也是很明顯的 就是法國人有問題的話 可以繼續說 然後台灣人 就是有時候我言不少你們 就是欸 你是要說什麼 到底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直接給我說 然後 對 也是一個問題 有時候台灣人很開心 我也沒有辦法知道 就是可以採取 講的 為了 但是我沒有那麼厲害 然後法國人就是很明顯 這樣 很不開心的 不開心 然後 然後 就是法國人 覺得OK 然後不要問別人 然後我們比較真實 然後台灣 大家要同意 才可以做完一件事 一定要大家同意 才可以做完一件事 你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那個是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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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好累 我好累 沒有做完一定要留在辦公室 我記得是 那個 什麼時候 故意 好像有滿足 老班 老班手邊是誰 然後老班對老班 是誰 我們要不清楚 而且你們這些會是 欸 主任我做完 欸 主任是你的名字 不是 是我的第一位 好 那 對 民間是很重要 他不讓你的法國人 都沒有名片 你只要開完以後 畢竟要做名片 要不然你就完蛋了 你這樣 沒有進來 其實你要喝水 一秒就 那 那個是 其實很特別的 那那個是法國跟法國人 就是很變 就是我們上班的時候 一直很喜歡開會 啊開會開會 然後很巧 你知道 到底都沒有 都沒有辦法 那 暫時是 台灣很棒的一個 事實 而且 我看這次 專家一直是很健康啊 那 一定要去台灣人 因為 就是你不會那麼累 而且 然後可以加滿 很棒 那 就是我在 那個時期的時候啊 就是 在台灣 你永遠不是一個人 就是你到外國人 一定有人可以被你做完交錯的事 然後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考別人 他一定會幫你解決你的問題 然後 啊 在台灣有主要是嗎 就是台灣人很喜歡天亮 很喜歡做計畫 因為女友一定要做計畫 啊 其實 對啊 就是這麼喜歡 但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會不會一直做計畫 然後 有問題的話 當然你可以考別人 但是 一定要選之不對的人 因為這次可以理解你 然後 這次可能有觸播的人 可以剛了解你 因為有時候 他可能不知道你的 然後不知道你現在做什麼 然後 公司時間 有影響到很多概念 像 假期啊 因為我們法國人一直想 啊 快點放假 快點放假 台灣人不行 然後這影響的方式 你們一直有手機 學二進入 還是可以接手機 然後 在台灣 就是 我覺得很多女生 會不會太多 不要騙棄 騙棄就是 就有點 很好意思 然後 要堅持 還是不要忽視 就是 你可以 對 就是一種哲學 然後 啊 也可以培養 團體的精神 就是大家在一起 可以做很多事 對 在法國有些不一樣 因為團體在台灣很重要 像我們經濟玩上面很多 對不對 然後可以吃很多東西 然後 然後 他今天晚上比較 比較紅 對不對 就是在台灣 我覺得台灣人很喜歡 說 啊 我有一個夢 我有一個夢 我上廚這件事 你們有很多計畫 很多創立 所以我之前很賠負你們 所以 我會過以後 一直跟我朋友說 啊 台灣人其實他們很喜歡做夢 但是 也要想 這是做夢 也可以做生 真的 所以 我在台灣睡了 怎麼做 然後這個 繼續努力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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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很會 一個很厲害的 是一個法國人